我就是现在跟他说分手啊 你当初为什么不离开他 当初我小孩没有人养啊 所以就说你就是在利用他 你还口口声声说你爱儿子 你居然说我带不了他 所以我需要老万做一个利用工具 他原来能帮助我 他现在不能帮助我了 所以老万你从我的生活中离开 我再去找一个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任何一个人能够这么直白 是 我之所以不离 就是因为我带不了孩子 我一个人带不了 所以我要找个男人来帮我带 后来发现这个男人不行了 他不带孩子了 我再找老万 好 老万你当初你挑得起 你有一定的收获 老万你跟我一起生活吧 现在老万你老了 你不中右了 再找一个 你估计过孩子的感受吗 孩子跟着你 今天一个又一个父亲 视频中这个被图雷老师 发飙怒骂的女人是杨女士 那么他又是做了什么事 惹得图雷老师直接站起来 骂到清金暴击 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节奏 甚至连杨女士的儿子都一同怒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 长按点赞三秒钟加关注 今年必发大财 今年里所有的事都可以心想事成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不用再听了 不用再听了 我也心受不了了 不用再听了 我很难听下去 你所说的这些东西 一个这么小的个子的一个男人 十多年 其实我是一个家庭的重任 其实我并不讨厌外 那么图雷老师 为什么要怒骂面前这对母子呢 他们又是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呢 经了解中得知 今年48岁的杨女士 已经有过两段婚姻 和第一任丈夫生的一子 原本以为离过婚的杨女士 会以此吸取教训 会安定下来 殊不知第二段婚姻 又是闹得以离婚告终 而紧接着 杨女士并没有感到伤心 而是立马认识了56岁的老万 说到老万 她是一位离过婚的 憨厚老实男人 在和杨女士母子在一起的十年间 她勤勤恳恳 费尽心力地当挑夫养活了他们 更是把当时年幼的孩子抚养成人 可就在老万认为 可以和杨女士母子两白投携老实 杨女士就突然提出分手 更是嫌弃她如今 已经不如年迈年纪赚不动钱 不能再给自己钱花 我不是不拿钱回来 我是拿到这种地步 也是你们造成的 但是现在我并没有不住啊 我天天起早默默地住 你凭什么这样说 现在你们完全是过河窃桥 不难看出 老万这十多年来都尽了丈夫的责任 丝毫没有任何过错 可杨女士却绞尽脑汁 想逃离这段幸福的爱情 显然杨女士就是妥妥的白眼狼 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 但杨女士却丝毫不念老万 这十多年来的付出 而是直接打算找另一个 有钱人养活自己 这实在是有些可悲 来到舞台 那么杨女士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显然杨女士的回答 让众人感到意外 可这就奇怪了 杨女士明明是个快五十岁的女人了 为何说话做事从来都不经大脑呢 而紧接着 杨女士再次说出的一番话 让众人感到震惊 原来杨女士不止 嫌弃老万年纪老迈赚不到钱 更多的是她和儿子 都嫌弃老万的这份工作 可就在这时 老万表示 当年辛辛苦苦跑运输也赚得不少 可没想到的是 杨女士竟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老万身上 从老万的说法上看来 事情还存在不少蹊跷 使杨女士一直在断章取义 那么事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老万说出了真相 原来老万当年为了杨女士的儿子 费心费力地去给她填坑 把自己赚钱的工具都卖了 为的就是杨女士 她甚至把杨女士都当亲生儿子来抚养了 可换来的是杨女士和儿子的冷眼相待 显然我们隔着屏幕 都能感觉到老万的心酸何不容易 可就在这时 主持人突然问出关键问题 你们这十年来都没有结婚吗 怎么结婚啊 我们认识以后 好了一年 她小孩出世 出了四个后 我就没有正式工作了 当棒棒的身世 十有十五 我也想 我也想 有机会的话 在东山再去 但是现在 没有钱 她现在叫我要钱 不难看出 老万造成如今这样 完全就是杨女士母子俩造成的 她们有始至终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造成如今这样 更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老万身上 为什么人们的养活孩子呢 不靠你靠谁啊 将心比起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家 出现了这么一个意外 谁都不愿意 但是最后 谁想要自己的小孩 过上幸福的生活日子啊 我没有什么错啊 我有什么错 今天当到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我哪点错 我哪一点对不起的 面对老万的质问 杨女士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紧接着 主持人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你的意思是 老万挑不动了 咱就离开 有这个意思 小孩不懂事 你应该教育小孩 我干嘛你教育小孩 小孩不懂事 你教育小孩不懂事 你就不懂事吗 不难看出 杨女士完完全全是一个宠儿子黄魔 他认为自己儿子丝毫没有任何过错 甚至认为这是老万的不懂事 不仅如此 他还在舞台上大声怒斥老万 完全不顾老万的任何感受 我自己的小孩 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吗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帮他说 我自己辛苦 把小孩托这么大 我干嘛帮他说 看来杨女士这样 他儿子也是这样 真是母亲儿子一个样 妥妥一家子都是白眼狼 可就在这时 主持人的突然打断 向杨女士提出了问题 孩子问题和跟老万分手 有什么关系呢 杨女士说出了理由 显然杨女士觉得 自己的儿子才是真正的小宝贝 而站在对面的老万 只不过是赚钱的工具罢了 不难看住 杨女士只想捡县城的冤大头 有史之中都没想过 和老万继续走下去 而是打算去寻找 可以伸手拿钱的冤大头 原来杨女士早就已经 在物色下一任冤大头了 像老万这种又老又穷 赚不动钱的老男人 他更是绞尽脑汁 撕碎如金这段感情 那么对于两人的问题 嘉宾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显然嘉宾老师的问题 让杨女士感到十分难受 而紧接着 嘉宾老师继续把矛头指向杨女士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女人做的吗 这是感情上的事 我知道 这不是感情 这是一个女人 懂不懂得感恩 并且教会孩子 懂不懂得感恩 那如果你懂得感恩 你刚才就不会用这个态度 来跟她说话了 看来杨女士并不认可 嘉宾老师的说法 口口声声说会报恩 但却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过错 并把责任推到老万头上 随后继续和嘉宾老师 发生激烈的争吵 好家伙 22岁一个成年男人 明知道家庭过得如此艰难 却从来都不工作 还把压力全部压在老万一个人身上 这就算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 杨女士还在百般呵护自己 那个22岁的小宝贝 看来杨女士并不打算承担任何责任 而是直接选择逃避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你在仲有孩子这种错误的行为 自己的孩子怎么不坦扶他呀 你承认他是错的 但是你又仲有他的决定 那你的孩子其实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 虽说坦扶孩子并没有任何过错 但孩子丝毫不尊重养了自己十年的养父 作为母亲的他还跟着一起吗 这就是问题了 嘉宾老师说的真是太对了 而紧接着杨女士竟再次把责任推到了老万身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看来杨女士认为千错万错都是老万的错 接下来继续和老万发生激烈的争吵 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他跟他说 我也是五十几岁的人 我小孩也比你小孩还要大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 面对老万的说法 杨女士此时此刻还在振振有词 而接下来她还强调 这就是老万的问题 显然杨女士不懂感恩 不懂教育孩子 这就算了 蛮不讲理还觉得自己丝毫没有过错 而就在这时 坐在一旁的徒雷老师早已按捺不住 一上来就怒视眼前的这位白眼狼 面对徒雷老师这个犀利问题 那么杨女士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徒雷老师犀利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幕 更是让众人震惊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徒雷老师字字逐迹 言辞犀利一针见血 从不怕得罪任何人 不愧是最强情感导士 而紧接着继续怒视面前的这个白眼狼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任何一个人能够这么直白 是 我之所以不理 就是因为我带不了孩子 我一个人带不了 所以我要找个男人来帮我带 后来发现这个男人不行了 他不能带孩子了 我再找老万 好 老万你当初挑得起 你有一定的收获 老万你跟我一起生活吧 现在老万你老了 你不忠有了 再找一个 你估计过孩子的感受吗 孩子跟着你 心里一个又一个父亲 他的心 心态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吗 还是第一次见徒雷老师如此生气 直接站起来怒骂 而随后 杨女士22岁的小宝贝来到舞台 按道理来说 你的母亲是我的长辈 我不应该这样去说她 但是我们 我想我的心情 跟打架的心情都是一样 那么你认同你母亲刚才所说的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带到我的孩子 所以我必须找个男人 对于徒雷老师犀利的问题 那么这位小宝贝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我母亲确实含心如苦的把我养大 但是她这个年龄也一天一天的这样老去 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刚刚说你母亲把你含心如苦养大 对对对 那好 那您这个万叔叔有没有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有有我承认有 但是你听我说完好吧 说到这小宝贝也是想好了借口 她表示嘉宾们都说的非常对 而且还强调 母亲慢慢老去 要找个有钱人根本没有错 而紧接着小宝贝再次说出的一番话 让现场的所有人震惊 好家伙 妥妥的一家都是白眼狼 真是让大家都大跌眼镜 而就在这时 老万说出的一番话 太让人感到心酸 看来老万才是真真正正的含心如苦 而杨女士和小宝贝只是会伸手拿钱的人 而接下来小宝贝继续在不断的狡辩 原来小宝贝一直劝母亲分手 是因为老万做的这份工作 让她感到没有一点面子 可这就奇怪了 小宝贝已经是个22岁的成年男人了 为何说话做事也是不经大脑呢 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图蕾老师真听不下去了 再次在舞台怒斥面前这对白眼狼 不用再听了 不用再听了 我已经受不了了 不用再听了 我很难听下去 你所说的这些东西 一个这么小的个子的一个男人 十多年 其实我是一个家庭的重点 其实我并不讨厌万说 看来白眼狼并不认可图蕾老师的说法 他表示 自己非常感谢老万 但如今老万确实是赚不到钱了 好家伙 口口声声说感激 而做的任何事都是口不对心 骗骗其他人还好 骗面前这几位情感导师 还是算了吧 随后 主持人便向小宝贝提出关键问题 请问你母亲一个月挣多少钱 大概就一千来块钱 你学费多少钱 就说一年是八千块 你打工吗 在外面 现在我没有打工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 我感觉我 就说未来以后 有个美好的将来 是吧 我现在要努力学习 看来 如今高昂的学费 也是老万给的 而他口中所说的努力学习 却逃不过高情商主持人的法眼 你不是认真学习改变命运吗 接着最后一个问题啊 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了 对对对 您这不是才上大二吗 你不是在认真读书 要回报家庭吗 干嘛谈那么多女朋友啊 好家伙 这就是所谓的 好好学习回报家庭 真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是不是满嘴谎言 已经不攻自破了 一个22岁的男人 是不是他该承担一些了 他是不是还这么去挖母亲 而紧接着 主持人突然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你打算怎么报答万叔叔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咱们想报恩的话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确实说万叔叔 我说前提 我并不讨厌万叔叔这个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十年 确实对我和母亲的生活上的关心 和关照确实蛮多的 但是说我认为 这种关心和关照是吧 跟他和母亲在一起结婚 在一起生活 这两者是不相等的 到了此时此刻 小宝贝还在绕圈子 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更让人失望的是 他还在绞尽脑汁的拆散 养父老万和母亲 而随后 主持人继续让小宝贝来个正面回答 不要再给大家画大饼了 就是说我现在马上就说 再过两年 我就大学毕业是不是 大学毕业 我想我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就是说 我去找份工作 然后去挣钱 每个月给万叔叔 适当的一些生活费 我感觉这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就要选择 跟我母亲在一起 来表达他的感激和感谢 看来 22岁小宝贝 为了让母亲找个有钱人 真是费心费力了 那么 听到这一番话的老万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其实我也不需要你什么报答 只要你好好工作 好好读书 也就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显然 小宝贝根本就没想过出去打工 要是想给老万减轻压力 早就已经工作了 这点主持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 成人教育对吧 不是全日制对吧 不是 就没时间去打工是吧 好家伙 成人教育都还说没时间打工 是不是啃老早就已经一目了然了 而随后 主持人随机抽查一下观众的看法 从现场观众的反应中都看得住 小姑娘说的是两人都是白眼狼 根本不懂得感恩 只是这个愚蠢小宝贝听不懂而已 意表堂堂的一个英俊男子 站在了面前 当你们听过了他这样的故事之后 现场的观众 年轻的女孩子 喜欢他的可以不用做 不喜欢他的请起立 就我不会喜欢这样的男人 好家伙 全场的女生都站了起来 这是有多讨厌面前这个小宝贝 而紧接着 主持人继续给观众抛出开放性问题 你们站起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棒棒的继父 或者说叔叔吗 如果是你们可以坐下 如果不是你们可以继续站着 OK 谢谢大家请坐 不难看出 是个女生都不会嫌弃如此坚强的爸爸 凭借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头键 整整十年 而就在这时 主持人向杨女士提出最关键问题 在你心目中 有爱过老万吗 爱他 现在还爱吗 如果就说我母亲如果不爱万事 是你妈妈爱不爱 你不要试图去操纵你的妈妈 你是大学生了 连这男人都不懂 看来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小宝贝给母亲在洗脑 那么杨女士前面两段失败的婚姻 肯定也是面前这个小宝贝搞的鬼 她才是真真正正的罪魁祸首 现在还爱他 你爱他什么呀 他人家挺老实嘛 还是爱中后的 对我还是很好 那你现在想跟他分开 主要是迫于家庭生活的压力 对不对 对 是因为说儿子读书要要钱 是吧 有这个意思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小宝贝在背后从中叫做 而他却自始至终都不想给这头苦不堪言的家分担压力 而是让母亲直接找个有钱人 小伙子 你不该为这个家承担点什么吗 如果我觉得你的母亲如果能找到一段真的爱情的话 该多好 也许这就是他真的爱情 可是为了你难道他又要放手吗 这边是儿子 这边是老公 怎么办嘛 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 小伙子 你可以下去了 原以为让小宝贝下去 事情会往好的一面发展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精彩不已 好家伙 被全场观众 嘉宾老师和主持人改校舞台的 这还是我头一次见 事情发展至此 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他们自己了 那么老万又会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们大家商商量量 今后怎么把这个家维持好 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你把家打理好一点 儿子现在好好读书 我再想办法再去 再辛苦一点 或者再找其他朋友 能不能再借一点钱 我们再重新恢复我们以前的生活 不难看出 老万还想肩负起这个家庭责任 虽说老万是这么想的 那么杨女士又是否和老万想法一致呢 那就要看你自己去找什么事啊 你别老等着当帮帮吗 我不是说等机会吗 等机会等几年啊 一年两年三年啊 这样吗 现在当做这个主持人和专家这么多观众的面 两年时间 你跟我两年时间 有效果吗 两年间分校 不见分校怎么办 没有分校我们就拜拜 杨女士对老万提出的说法百般质疑 她有始至终都没有相信过老万 更没有想过自己也出去工作 给老万分担一点点压力 杨女士的这番话似乎戳到了老万的痛楚 或许这十年来 她对这段感情的坚守确实值得在上 可她被白眼狼母子整整压榨十年 如今更是被他们抛弃 实在让人感到气愤 那么两人这段破碎的感情 是否能继续走下去呢 我们拭目以待 显然这样的结果大家都不想看到 我们并不想老万继续这么辛苦下去 但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毕竟在这个年纪想要再找 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更何况杨女士离婚几次 说出去真的一点都不好听 而随后两人也重新回到了舞台 我们还是重归也好吗 我们能够多点过来 这不出来就等于重归也好吗 到妈的也不容易啊 真心的吧 或许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不平等的恋情本就不该继续 但我们还是送上祝福 最后连主持人都不禁发出感叹 有好多次想把戒指送出去 送不出去 有好多次想把戒指留下来 他偏偏却被带走了 这大概就是人生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生活还得要继续 希望杨女士这边 不要再听儿子的教唆了 好好和老万走下去 最后给大家看一段大伙对老万的评价 我们下期再见 老万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有情怀有老师 他做事也有踏实 又帮了我们理性吧 做事也有将其用 我就让他做事也好